如果你想輸入一些標點符號 你可以使用CtrlLT加豆號 CtrlLT加豆號 使用這個 小鍵盤的 螢幕小鍵盤來輸入 那如果你想 擁有像 之前有一個 文書處理軟體裡面有一個標點符號工具列 在LibreOffice裡面 那你必須 要做的事情是 去安裝一個擴充套件 這個擴充套件在哪裡 我已經把它放在 我們新北市醫學院裡面的 課程裡面的區中心資訊技術ODF 那我們這個課程裡面 在教材裡面 裡面有一個 這一個 台灣的 工具包 它一個擴充套件你把它下載下來 存起來 存起來之後它在哪裡 它在下載裡面 它在下載裡面有一個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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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inese Picture 這個 好 接下來你就是把它 使用 LibreOffice來開 你可以選擇按右鍵安裝 或者你直接用LibreOffice開 LibreOffice任何一個用Write開也可以 選擇檔案開啟 選擇檔案 選擇檔案 選擇開啟 在下載裡面 有一個這個 這樣開也可以 這個時候它會要求你安裝這一個 台灣工具列 好按一下確定 好按下確定之後它會出現 你要同意它的授權 把拉到最下面就選擇我接受 然後這個工具列就會裝好了 裝好之後關閉 請你重新再開一次 LibreOffice 好 再開一次 那這時候你就會看到工具列在這裡 放到你適當的地方 放到你需要的 把它吸上去 它是一個浮動工具列如果你想要用它就可以直接點 那如果 第一有時候 遇到過 起來的時候它這邊是出現句號國字 那是因為字型的關係你要重新再開一次LibreOffice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想用它在工具列裡面有一個叫做 漢文標點符號台灣這個 漢文標點符號台灣這個 你把它關掉它就不見 那如果你檢視工具列 再把它打開來 它在 這不管是Write或者Clicker或者是Imprice 都可以使用的工具列 再加上 一片 就像是 一片 感谢观看